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今天是12月21號 那迎來了火車式的版本更新啊 台服的更新速度實在是快得不得了 有種要追上陸服的感覺 那這部影片就簡單的帶各位分析一下 關於優化內容的第一項 咕咕雕像的調整 究竟對三大職業有什麼影響 目前的各種職業雕像需不需要做變動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好的 現在已經來到了咕咕雕像的介面 簡單的來說有些屬性得到了非要式的成長 像是我們最重要的全域攻擊、技能傷害、生命值、同伴傷害等等 幾乎都翻了一倍變為原先的兩倍傷害 像是微笑我畫面上這個95%的SS全域攻擊 現在是33.21% 那在更新之前大約只有16、17%的傷害 整整翻了一倍 然後像是公告裡有提到的全域連擊 就跟原先是一樣的 沒有任何的提升 其中包括暴擊傷害、抗暴、BOSS傷害、全域反擊 這些都是沒有提升的 總得來說 本次更新當中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我們的法師了 法師的兩大主要屬性 不論是全域攻擊又或者是說技能傷害 都獲得了翻倍的加成 話雖然是這麼說 但微笑我自己並不是玩法師的 也沒有經過相關的實際測試 無法保證在雕像改成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法師能不能從下水道的地位又重新彈回來 如果有玩法師的玩家經過本次的更新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的法師雕像屬性選擇也是跟原先一樣 選擇全域攻擊以及技能傷害 根據你們實際的機體來做一個比較適合的搭配 接下來我們看到所有人最關心的職業 奴手 在本次版本更新之後 有沒有必要把雕像的屬性全部都改成全域攻擊 微笑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 雖然說全域攻擊已經翻了一倍 但是台服的連擊本身就已經有強強過 不是普通的連擊而是全域的連擊 因此簡單的懶人包就是盡量建議混搭 並不要是全攻又或者是說全部都是全局攻擊 重點在於本次的更新也額外推出了神器附魔的系統 可以增加我們的減傷 那像是連擊減傷我們五連擊的話 許多的戰士對比普攻減傷技能減傷 肯定可以的話盡量都是堆連擊減傷 畢竟現在的奴手真的是爛大街 對於戰士玩家來說 連擊減傷會是最好的 另外由於附魔比較複雜 關於附魔的玩法詳細介紹 會在明天額外推出影片跟大家做說明 這就是微笑我不建議大家五個屬性全部都洗連擊的原因 最好混搭一些攻擊 可以像是四連一攻又或者是說三連兩攻都是ok的 看你們的機體而定 同時微笑也可以給各位參考 我的方案一是搭配全連擊 那方案二則是使用了三攻兩連的搭配 這時我們可以實測一下打神燈究竟會有多少的差別 首先我們先測試五連的方案一 來測試能對神燈造成多少的傷害 那我已經開啟加速了 可以打的比較快 目前經過了15秒快到一半的血量 一定是打不死的 畢竟我帶了一些沒有用的技能 主要是給各位看傷害的差別 好時間到 有點像是還剩下二十分之一左右的傷害 那我們再來實際測第二次 多打幾次會比較準 畢竟每次打出來的數值有關於我們有沒有爆擊 成功觸發連擊 我們就測兩次為主好了 看一下傷害具體都分布在哪些位置 還剩下十秒 好五秒了 感覺是比剛剛再多一點血 沒錯好像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一點點的血量就可以帶走 這時我們使用三攻二連的方式 再來打打看神燈小偷 看一下能對他造成多少的傷害 好像是差不多的 可以看到20秒跑的速度都差不多 甚至好像還有再快一點點 剩下了12秒 有機會打贏他嗎 5 4 3 2 1 有把血量歸零了 但時間到 剛才所打出來的傷害是明顯比我們使用方案1 這個五連擊所打出來的傷害更高的 那我們這邊再實際進行第二次的測試 看起來血量降低的速度跟一開始好像是差不多 我想這次大概率也是剛好歸零然後時間到 一樣剩下3 2 1好時間到也是歸零然後戰鬥超時 很明顯我們使用方案2三攻兩連所造成的傷害是比較高的 但其實不能這樣看 可以看到我的方案2是兩個SS搭配三個S的屬性 那方案1只有一個SS甚至還搭配了兩個A 因此假設方案1也是有兩SS跟三S 這造成的傷害我想估計是差不多的 所以目前的差異是真的差別不大 不過剛才也跟各位提到了 玩家對抗玩家之間是要考慮到雙方的減傷屬性 跟BOSS打起來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混搭容錯率會比較高一些 免得被針對 這時有些玩家應該會詢問 那爆傷這個屬性有需要留嗎? 微笑我是個人認為留一條就好了 沒有必要到三條或者是說五條全暴擊 重點也是一開始跟各位提到的 附魔推出來之後 附魔也可以有效增加非常多的抗暴屬性 在我們的第六格 光是紫色的就增加6.9了 如果是橙色隨隨便便升級 都可以來到破百的爆傷 嚴重影響我們暴擊所帶來的收益 最後我們提到戰士 其實微笑我這幾天也有偷偷轉成輔戰士 以及劍手 來測試一下目前戰士的實力 應該對於這個雕像也是有一定的見解 可以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在還沒進行版本更新之前 我測試下來是輔戰士玩起來會比較好 畢竟輔戰士它的傷害是比較高的 所有的這些技能都跟我們的反擊傷害有相關 那劍手的話在目前我的機體跟目前的版本 我個人認為比起這個輔戰士遜色太多了 劍手最重要的就是回復以及反擊的能力 但微笑我的生命值太高 就連搭配了五全域生命 也無法坦住弩手一輪的傷害 使用性真的是並不高 但我轉成輔戰士之後 雖然說減傷已經回復能力沒這麼高 但是反擊傷害真的是超級高的 再加上昨天那支影片有跟各位提到 台服的反擊傷害也是屬於全域反擊的 比起陸服來說 反擊傷害的係數高了非常之多 所以說沒有意外的話 戰士的玩家一樣是反擊傷害為主 同時也可以洗一兩條的全域生命 以及全域攻擊 畢竟這兩條都是有經過翻倍式的加強 具體的思路就跟弩手差不多 並不要全部都堆反擊傷害 不難到之後會被附魔這些 反擊減免比較高的玩家有所克制 那麼以上就是本次的高項改動 以及三大職業的屬性推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交流討論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